中国日中秋国庆大游行法拉盛举行 庆祝中国日中秋国庆双庆 美国亚裔文化交流总会9月30日 联合多个敏级社团举行盛大的游行 中领馆行御林 赵新兴领事和纽约的民选官员参加了这次活动 游行队伍在巨大中国国旗带领下 舞龙舞师太极舰和武术以及多个歌舞团体亲情表演 吸引万众瞩目驻足观赏 美国亚裔文化交流总会会长陈爱金表示 举办双结活动是为了激发中华儿女情 用共同的文化基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交流 宣扬社区民众互相关爱的核心价值 以增强美东华人民聚力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行御林领事 希望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舞龙舞师和太极武术 能在这里发扬光大 能够在纽约的五大到十报广场表演